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多了一些生活的味道 厨房里有蔬菜和豆腐干 朴实接地气 这或许就是上海居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因为隔离的原因家中的储备肯定没有平时丰富 没想到这一举动遭到无良谈媚的嘲笑 并将她的隔离生活上升到上海的防疫工作 运用无奈 憔悴 苦笑 自嘲等贬义词 来形容她的隔离生活 李立群调侃自家饭菜 那就吃馍吧 其实是幸福感爆棚的一种表现 相比较奔赴在阴县的医护人员来说 在家就是福 有东西吃就是福 而这些简单的幸福是台湾某媒体无法理解的 话说 李立群27岁出道 因为经商失败 直到64岁才还清债务 为了还债 李立群对剧本从不挑剔 只要给钱就结 被业内称为最没有原则的影帝 炮开别的不说 李立群的演技真的无可挑剔 她是娱乐圈为数不多的冷门老戏骨 1952年 李立群出生于中国台湾舍新竹县 父亲是来自大陆河南的军人 酒精沙场 即便身在台湾 心里却惦记着家乡 李立群出生在动乱年间 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无奈之下 他们找到一间废弃的破庙安家 多年后 李立群感慨地说 别人家里是家土四壁 我们是家土两壁 前后封起来就是家 除了没有住的地方以外 李立群一家还要客户吃饭这一大难题 上学后 她的饭盒总是空荡 实在饿得不行 就喝凉水冲击 看见哪位同学吃剩了半菜 李立群总会替别人抹得金光 嘴里还不停地嘀咕 不要浪费嘛 很多同学得知她的窘境后 都会流出一部分给她 这让李立群非常感动 所以在这次抗议过程中 李立群对自己的现状很满足 在她心里能够吃饱喝足就是幸福 由于从小经历过苦日子 李立群很懂得知足 人越穷就越珍惜当下的生活 虽然家境不好 但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而且性格活泼开朗 并担任学校的文艺骨干 这段早年经历 让李立群对表演产生了兴趣 但为了生活 她不得不放弃演员的梦想 转而去参加海员考试 最终被海市学校录取 在那个年代李立群无疑找到了一个铁饭碗 但仅仅过去八个月后 她就无法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 最终选择离开 在她心中一直有个演员梦 不过这样的想法 家人却是很难接受 因为李立群的长相并不占优势 准确说是非常普通 丢在人群里都找不到的那种 尽管父母不支持 但李立群却下了决心 1978年她参加华视演员训练班 最终把爱好变成了职业 出演过一些角色后 李立群还在节目《综艺100》中担当搞笑主力 到了1981年 刘雪华的丈夫等于坤发现了她 并有意栽培 同年李立群凭借 《亲虚连我,我连亲》这部电视剧 一举拿下金钟奖影帝 这年她29岁 眼看儿子成名 父亲总是教育她 人不能为了出名而出名 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李立群一直牢记父亲的话 她有戏就拍 每戏的时候便待在家里陪伴爸妈 后来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来生川 遇见了李立群 两人一见如故 谈得很投机 上议之后 他们决定和李国修一起组建表演工作坊 那段时间表演工作坊创作出了不少经典作品 比如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等等 这次经历成为她演艺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当大家期待团队在创家记时 他们三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当年的作品创作时间短 很多地方都不完善 对于这种快餐式的创作 很多人担心会破坏演员的习惯性 由于理念不同 李立群退出了表演工作坊 开始投资做生意 今年经营下来不但没赚到钱 反而欠下了不少债务 在金钱面前 李立群第一次学会了妥协 从此她的字典里 没有了好片烂片之分 只要能赚钱的 统统都结 到了1995年之后 李立群将目光放在内地市场上 几年后 她在内地电视剧市场站稳脚跟 出道40年 出演88部电视剧 40部电影 这产量非常惊人 在最该拼搏的年纪 李立群全都利用上了 直到64岁时 欠下的债务终于全部还清 后来李立群接受采访时 感慨地说 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 就是我的妻子 对于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场景 李立群表示 我们不是惊鸿一瞥 而是我看见她第一眼 就想把她娶回家 当年她去李国修家做客时 看见一个姑娘便一见钟情 两眼冒光 于是她省去了很多客套话 直接问李国修 那个姑娘是谁 是我嫂子的亲妹妹 叫林立群 林立群第一次这么急切 她慌里慌张 说话磕磕绊绊 幸好女孩对她印象不错 两人一见如骨 不久后 林立群和林立群火俗结婚 并在五年时间内生育三个孩子 要知道在结婚以前 妻子在22岁那年拜入高门 学习岭南派山水花 但为了家庭生活 她甘愿把自己的爱好收起来 做李立群身后的女人 李立群对记者说 在家里妻子是领导 她说了算 直到孩子上大学之前 林立群没有休息过一天 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眼看着儿女逐渐长大 林立群和老伴满心欢喜地 憧憬着未来 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了 却不想这一切被女儿的 一段恋情打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21年 网络对女儿圆圆展开口诛笔发 起因居然是她的初恋男友 原来圆圆男友是黑人 两人在一起三个月 便确定恋爱关系 要知道很多网友都对黑人 充满歧视 林立群因女儿的事被牵连 也背负了不少骂名 网友直呼 你对孩子的关心太少 后来林立群在社交平台上 回应此事 她先阐述两人相识 相恋以及最后分手的原因 最后表态支持女儿的选择 作为父亲 林立群的心理一定也不好受 更何况女儿并没有做错什么 如今的她只想安度晚年 好好当个好父亲 好丈夫 林立群对记者说 我能有今天都是妻子的功劳 现在过马路还要牵着她的手 每天说一句我爱你 谈起生活时 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鲜虾诗采菊东篱下 忙碌时拍戏养家 生活就是这样 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激情燃烧 但一定是细水长流的祥如以沫 林立群1952年5月2日 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县 父亲是河南人 母亲是北京人 父亲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 1949年在动荡时期前到台湾 他小时候在眷村长大 这里的人全部都是为了躲避内战 而来的国君子弟 云龙混杂 漂泊无依 小时候林立群家里非常穷 没有房子住 就借助左右邻居的墙 前后打起帐篷布 就成了他们一家人居住的地方 他也特别喜欢这些文艺活动 所以在其他孩子都在玩弹珠的时候 他总是喜欢去听品书 快板等 妥妥的一个文艺少年 不过考大学的时候 他却并没有选择艺术专业 因为家里比较贫穷 使工人阶级 父母就让他选个实用的专业 这样才不愁饭吃 那时候他虽然喜欢文艺 但却没有萌生走上文艺道路的想法 因为那样的生活距离他太遥远 当个兴趣爱好挺好的 大学时候他学的是航海系 毕业后从事海员工作 曾跑船八个月 驾驶两万吨级别轮船至澳大利亚 然而工作几年后 他觉得这份工作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虽然这份工作能够养活他 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退休 然后走上文艺之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